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一家四口在长沙的一个月的消费要多少钱 长沙呢它的消费水平也属于中等了 因为太多呢 我就把它这个写在这上面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呢一个月房贷2800块钱 然后车贷呢是2100 大概一个月的水电费是300块 然后还有我们四个人大概生活费 就是说买菜啊那些生活费大概在1500块钱 还有物业费是200块钱一个月 然后我们车子加油呢 基本上要达到600或者是一个月800 因为跑的比较多 还有我们我跟我宅买了商业保险 跟我自己的一个呢大概在700块钱一个月 因为要7000块钱一年 还有我老公自己的个人生活费 因为他抽烟又吃冰囊 大概在600块钱 我自己呢除了买衣服 日用品那些化妆品 大概在400块钱 因为也用的比较少 还有给小孩子买衣服 四个人大概在一个月在500块钱左右 这些加起来呢 我看一下是多少钱呢 不算是不知道 也算是吓一跳啊 然后这些加起来就有9000多 还不抛挂我大儿子的学习用品 然后客户服务 然后他的他一些的教育费用 如果这些他下来的话 我们差不多一个月要12000左右 12000左右 还不能说还没有加上说什么人情啊 人情开支 还有平常过年过节 给父母的除去之外 这样算下来我们一年要 净赚14万才生活的下去 因为我们自己做生意 还不包括店里面的房租 水店那些还没有包括 所以一算下来真的是有点恐怖啊 平常消费也是特别的节省的 已经很节省了 因为我们两个人能力也不大 自己做点生意呢 还是有一部分负债的 所以真的有点压力大恐怖呀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狭妈的就加个关注 点个赞 谢谢大家 狭妈的生活费就靠你们啦 大家好 我的话在上海一个月要花6000块钱左右啊 这个是我在上海的一个生活花费啊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话算了一笔账 如果你想在上海一个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是需要花这么多的 今天的话就想跟大家捋一捋 就是我在上海 就咱普通人一个人在上海 就并不正常人 工资收入偏低的这些人 我不知道别人是可能比我更省 是多少钱 我自己的话就是6000左右 需要花掉的钱啊 就一般情况下 不多花也不乱花的情况下 因为我房租2200 加上电费的话可能要100多 那这里就花掉2300 2400了 就算两天350吧 那我一个月6000工资的话 就还剩3750了 那我吃饭的话 因为公司有的时候会包一餐 如果没有周六周二是没有的啊 那就是说你平时可能就吃一餐 你大部分吃 其实还是吃自己的 你一个月要1000多块钱左右 这里的话可能就要1200左右吧 那这里就可能要23000多了 这还剩2000多了我的钱 还有话费呀 手机话费这些乱七八糟的 一个月要买 要花个一两百块钱 这也还是3000多 然后的话就是交通费要两三百吧 这就快4000多了 然后的话 杂七杂八的吃点水果 什么这种要几百块钱 这就可能4000左右了快啊 还剩个2000 我又会乱买一些东西 或者偶尔出去玩一下 吃点好的 比如说一个星期吃一顿好的 这个就200花出去了 因为现在吃一顿 真的上海这里不便宜 我算过一下啊 就是基本上随便吃一顿饭 也200块钱左右 这里就可能七八百 又花出去了 就剩1000来块钱了 然后的话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啊 或者说喝杯奶茶呀 这那的 反正就是七七八八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买两件衣服 就没有了 就一个月6000块钱差不多 这就符合我的一个消费习惯 不知道大家的消费习惯是怎么样的 反正在上海吃饭的话 你一顿二十多块钱 或者三十块钱 是真的很普通 很平常的一顿饭 因为吃个面都十七八块钱 普通的面啊 如果八九块钱 十块钱的面 真的没法 也不是没法吃吧 就是吃起来确实没啥 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面 很干吃 像我这种可能又有点 咋说呢 又有点稍微有点那个要求的 就可能吃的贵一点 二三十块钱一餐 所以我这些生活 会吃衣食住行吧 加起来一个月 我要花六千 不知道大家是如果是在外面打工 大家一个月花多少钱啊 欢迎大家来我评论期讨论一下 希望可以交流一下 大家看一下别人一个月 到底要花多少钱 帮我想 说不定能帮我想想 是不是能省钱 今天就聊到这啊 拜拜 在河北苍州的一个十八线小县城 一家四口每个月花多少钱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洛洛 一个90后的二胎宝妈 我们生活在河北苍州的一个十八线小县城 岩山 一个普通的二胎家庭 每个月一家四口要花多少钱呢 说真的啊 就我家这家庭条件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哪来的勇气生二胎的 但是既来之则安之 二胎的出生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了 我算了下 我们家一家四口的基本开销 不包括大价 还有意外开销 每个月居然要花一万多 两个孩子上幼儿园 一个月2200块钱 我和我老公手机费一个月200 给车加油一个月600 买蔬菜水果零食一个月2000 水费电费燃气费一个月150 我老公抽烟一个月600 两个孩子的奶粉一个月300 每个月孩子都会咳嗽感冒生病 每次都是俩娃一块生病 去医院看病 两个孩子少说也得1000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 人情往来一个月我们算500 老大上星期八平均一个月600 每个月带孩子去两到三次游乐场 或者附近游玩一两天 一个月就是1000 也就是说我们家一个月固定费用 就是9150块钱 还不算我们一家四口 换季买衣服 医疗保险 车险 物业费等其余开销 如果算上的话平均一个月花销达到1万多 一年下来的话就是12、3万 就是我现在感觉真的就是 挣钱的速度赶不上花钱的速度了 你们那里一个月一家四口的花销是多少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